哈囉 大家好 我是小光 我們又回到了這個很像廁所塔房的 呃 我們要叫他什麼啊 嗯 漂亮塔房 我們又回到這個遊戲啦 上一次說只要大家這個反應熱烈呢 我們就來拍下一集啊 沒錯 現在應該都是日本人 OK 我們現在趕快找個地方躲起來 沒錯 他們也更新到72章啦 小光還沒看第72集 不過呢 在我拍完上次那個影片之後呢 突然被一群觀眾認出來 然後觀眾呢 送了我好多的這個單位啊 Oh my god 他竟然送了我這些 欸 我按錯了 是這個吧 欸 不對 我按錯了 呃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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單位 呃 有了 大家看到沒有 他送了我蜘蛛電視 還有火焰槍 這個攝影師人 還有我們的前塔 還有一些這個傳奇的角色 甚至還有一隻這個神秘的角色啊 哇 我們來看一下 這個應該是升級泰坦電視的攝影師人吧 我們把它拿起來 4500塊 才能召喚 超級貴 然後召喚出來之後800攻擊力 0.4秒的冷卻時間 所以等於你只要召喚他 馬上就能打出個 大概1000多的傷害 一兩千的傷害 然後這個是攝影師人 攝影師人他的也是攻擊耶 我們把它放上去好了 欸 我的蜘蛛電視呢 有了 然後這蜘蛛電視看起來好厲害喔 召喚出來就有3000的攻擊力耶 距離50喔 哇喔 然後我們再召喚一個前塔 前塔是必須要的 這個每個遊戲裡面都有一個科學家電視人 科學家電視人 呃 科學家攝影師人 都會成為前塔 然後他前塔是給300塊 升級之後不知道會多是多少 然後我們來測試一隻傳奇的角色吧 我們之前都沒有這種傳奇角色嘛 我們都只有這個角色對不對 就是什麼啊 蜘蛛啊 史詩啊 那我們這一次來用用看 傳奇發言人嗎 傳奇發言人 巨型發言人 感覺好像蠻厲害的 這是什麼 泰坦 泰坦那個 音響人啊 OK 好啦 那我們用完之後呢 我們要來測試的這個地圖 我們一樣就上次 我們上次普通打過了吧 那我們這次一樣去打普通 如果普通過得了 我們就來打困難 OK 這樣應該很強了吧 這應該是很頂的 很頂的組合了吧 我們可以去打打看 這遊戲也蠻好玩的 而且它畫面做得蠻漂亮的 OK 我們自動跳過先不跳過吧 我們一開始啥錢都沒有 這500塊 500塊好像只能等他們過欸 欸 起點在哪裡啊 開始了 起點出現了 我們全部都是那種高級角色 我是不是 好啦 自動跳過 我們開個兩倍數 兩倍數 我們看一下 我們至少要有800塊才有錢塔 650塊 我們先放個錢塔 沒有足夠的錢 我們連錢塔都放不了 錢塔能打人嗎 錢塔就是不能打人的對吧 有了 我有850塊了 先放這裡 OK 我有個錢塔 300塊錢 喔 喔 完了 完了 我覺得我還是要帶一些比較簡單的單位 有了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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100 喔 1100我們可以召喚一隻 等等等等 你們先等等 我可以先召喚這個 好好好 先轟先轟 然後我們先把 兩倍數關掉好了 2000塊 2000塊我們再召喚一隻 哇 這隻蜘蛛電視好大喔 而且他也是AOE的傷害 這隻是AOE嗎 1000 我們可以直接給他升級 然後我們的錢塔 再多放個好了 錢塔放這裡 錢塔能幫我做什麼事嗎 好像也不行對不對 有了有了 我們這邊 先升級錢塔 然後這個錢塔也升級 OK 然後我們還有1500 我們來召喚一下這隻 這隻範圍好大 他們這邊的範圍都好大喔 OK我們先放著 然後我們還有一個 4500的還沒召喚呢 我們先把錢塔弄滿 有有有 OK 現在 現在 我生錯了 我生到我的蜘蛛電視啊 哇 蜘蛛電視現在是6500的傷害 然後CD兩秒鐘啊 那這隻呢 兩秒鐘1500的傷害 那這隻呢 兩秒鐘500傷害 你是不是有點弱 可是他這個範圍炸的傷害很強欸 我覺得他做的比那個欸 廁所塔房 感覺還要還要還要厲害 只是我感覺這個東西玩多了 可能會lag 先升級一下 3000塊 升級升級 他的錢塔可以放幾個啊 沒有沒有測試過 我們來放看看 我們把錢塔 再放一個錢塔 喔 錢塔最多只可以放三個 還不錯還不錯 錢塔放三個 這樣合理啊 是說 7100塊了 我們可以召喚一下這隻了 喔 他是故障廁所欸 我看看 我們故障廁所 範圍好大 太廣了吧 這故障廁所 喔喔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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帥好帥 他的故障廁所好帥喔 咻咻咻 然後他那傷害是80.4秒 OK 我有1萬塊了 我們先想辦法把某一個錢塔升滿 他錢塔也太 太難升了吧 8000塊 2000 喔 如果我升到8000的話 每一回合給我5000塊 哇 感覺這個投資很不錯欸 有了最大 一個是5000喔 那這樣子是15000欸 如果全部升滿的話 OKOK 哇哇哇哇哇哇 這邊神話級的 神話跟傳奇級的都好強喔 就你特別弱 呵呵 我們來看一下 我們先把錢塔升滿 會不會就已經 波浪已經過了 有有有我們把它升滿 8000最大了 有有有有有 這邊還有差一個 錢塔就要滿了 哇 每一回合就15000塊 喔喔喔喔喔喔 升滿升滿有了 接下來 十五黑盒開始 我們要來專心升我們的單位了 我們看一下這一隻 1500 兩千 這樣子變是2300 2300 2300再加 3200 5000 5000 然後7500是可以升到最滿 蛤它是兩秒一次欸 這隻不管怎麼樣一定是兩秒一次 好的 那我們來看一下我們蜘蛛電視 9000 13000 然後4500 4500 4500 全部都4500欸 哇 這隻 都吃4500啊 然後升滿到8級 傷害有29000啊 然後 也是2.2 2秒 我覺得它的這個 傷害的這個CD時間是有點給它多啊 不過比這個傳奇的這隻 巨型發言人 來的 來的痛 痛很多 然後我們來看一下這一隻 我們的故障廁所 升級變1200 1600 1055的錢 哇 While While With 好貴好貴 好貴呀 哇 現在6000 0.3秒 直接壓在家裡啦 好貴喔 接下來要27000啊 500 好貴喔 這隻好貴喔 11級了 500 500 這速度已經有點 0.2秒欸 0.2秒也太快了吧 完全沒有辦法 他們完全顧不來啊 太強了 75000 好貴啊 兄弟 這隻好貴啊 可以可以可以 這速度太快了 傷害很高 現在要75000塊錢 還好有錢塔 如果沒有錢塔我還不知道能不能把它升滿 再升過去是 18000的傷害 然後0.2秒 0.2秒所以要乘於5欸 所以是18000乘於5 大概6萬7萬的血 的傷害 好高喔 有了 要75000了 我們的錢要75000了 28波了 這完全不同世界啊 這完全不同世界啊 七千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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的跳 而且它這個有傷害數值我覺得很好玩 哇 哇 這個 這一般模式已經完全滿足不了我們了 這隻升到最滿 5000 我覺得我們應該等一下要 塞一隻 這個攻擊力低一點的角色啊 不然我們沒有前期角色 這個打不太起來啊 哇哇哇 目前這樣打下來 我看一下這隻現在目前 升到最滿是501.2秒 我覺得這隻不大型 等一下我要把攝影師給換掉 哇哇哇哇哇哇 一百萬的血量瞬間就沒啦 老闆廁所3.0 天啊 我們只花了六分鐘 我們就把普通難度給 插起來啦 哇哦 天啊完全不同世界啊 呵呵呵 我們這邊 觀眾送了我這些角色之後 這個遊戲完全變成不同的遊戲了 哇賽 這邊的故障廁所怎麼可以帥成這樣 好的我們現在把那個 攝影師給拔掉了 這個攝影師 它要1500塊 有點貴喔 所以我們決定塞一看這個 攝影師火焰槍 它425 再怎麼樣也應該不會 一開始425抽不出來吧 我們來打打打看 這個我們剛剛 中等模式過了 我們現在來打困難模式吧 OK 這邊就是韓國人跟俄羅斯人 應該不會被 應該是不會被 抓出來說 欸小光是小光 欸那就還好 對吧 我們首先先放一隻火焰槍 來測試一下 然後先幫我們擋前期 再來就是我們要 我們要來放前塔 現在5000塊 這怎麼都是直線啊 喔 它這是從那邊過來的 OK 我們先塞一隻 火焰槍 有了 火焰槍也是 這算是噴箭傷害嗎 還不錯欸 然後我們把前塔 放在一個沒有 沒有 不會影響到的地方 像這裡 OK 一開始只有300塊嘛 對吧 OK 800塊 我們先升級 先升級這隻火焰槍攝影師 火焰槍攝影師 不升級的話 感覺 升級會很難打 OK 然後我們又有多的錢 再召喚一個前塔 O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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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很好很好 再來是1800塊 哇它現在1.5秒是1600的傷害啊 前期應該是很很穩的 OK OK 我們看一下它升級再來是多少 1800塊 可以 夠升級夠升級 怎麼覺得有點燒不動 有點燒不動 我先把關 這個 這個關掉好了 我們先升級一下我們的錢塔 OK 我們先關掉這波浪 然後我們把 倍數可以打開啦 好 升級一下 然後這邊也升級一下 800塊 800塊 OK OK 好了我們現在錢 800 800塊 接下來是2000 2000 我們來召喚一隻吧 召喚一隻 蜘蛛電視來幫忙 蜘蛛電視好像範圍不會變大欸 我剛剛看過我升到最滿 它的範圍就是差不多這樣 OK 有了蜘蛛電視感覺不錯 然後我們現在有多的錢呢 就把它全部點進去 全部投資 把錢投資在該投資的地方 哇3000 3000 3000的傷害 有4000塊 4500塊 升級一下 好的 自動跳過好像可以開起來了 我們自動跳過給它開啟 然後 這火焰槍其實還蠻強的欸 我們給它2500 升級一下好了 這邊又降秒數是比較可惜一點 然後我們把多餘的錢 繼續投資啊 投資理財 有賺有賠 現在三個都5000 好像馬上就5000塊了 升級一下 這樣我們錢就拿更多了 有了有了有了 這邊再一個5000 我們現在全部都平均投資啊 就跟塔房的玩法是一樣的 平均投資 1萬塊1萬塊 現在他們就夠撐了 我直接把他們升滿好了 接下來就是8000 8000就升滿了 OKOK 來吧 有 升滿 好了我們在第11波的時候 我們已經把錢塔全部升滿了 我就說了 前期角色非常的重要 再來是吧 這隻升滿 現在4800 它的 這個 CD時間 都是1.5秒欸 哇 7500 7500的傷害 比剛剛那個攝影師 CP值還要高 因為它是有噴箭的 然後這隻我把它升滿好了 現在是4500塊 4500塊 哇賽 困難模式也是壓著打 還是4500 它就是一直4500 一直4500 OKOK 再來再來再來 再4500 OK升到最滿了 有了 現在這隻最大化是2萬 2萬9千的傷害 但是是2.2秒 是2秒打一次啊 如果有一個什麼 像我們的DJ電視擺在旁邊 哇賽 那直接 直接飛起來 飛黃騰打 我看一下啊 那我們這次 趁這個機會 為什麼這邊會有一個 它那個 它那邊有一個 瞄準的那個是什麼啊 該不會是 它鎖定的位置吧 可是 好奇怪啊 看的位置在這裡 好吧 不然我們放這樣子好了 它 最多可以打這條 是不是只要碰到那邊 它就會 就會開 開咒啊 還是它是什麼特殊能力 只要 人擺在這裡 就會有什麼 加強嗎 OK我們現在開始升級它 2千3 3千2 7千5 8千 8千2秒鐘 這隻好像還比它好耶 7千1.5秒耶 你看有13萬耶 不知不覺 我們的錢越來越多了 好啦 我們要擺出我們的故障廁所了 無敵廁所 幫你想想辦法 我們把它放 這裡好了 OK 開設開設 它要求的金錢量 很多 一下就12萬了 哇哇哇哇哇哇 是不是我們的動畫太強了 直接 遊戲 直接lag啊 Oh my god 丟丟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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丟 再來是七萬五千塊 你看兩倍數 我覺得這個遊戲 最棒的就是這個兩倍數啊 太舒服了 你可以自動跳過 再加兩倍數 七萬五千 給我七萬五千 哇塞 我真的要感謝這位觀眾啊 這些單位一給我之後 我的天啊 世界有不一樣的改變啊 一萬八千的攻擊啊 0.2秒 蛤 還是得是你耶 還是得是這個 這個 我們的故障廁所 太強大了吧 哇塞 超帥 現在我們27波了 咻咻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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們還有什麼東西沒召喚嗎 我們好像該召喚的都召喚了 我們再把蜘蛛電視 這蜘蛛電視好大喔 跟那個我們玩的那個蜘蛛電視不一樣 可是它不能動 這個遊戲不會有暈吧 所以我們好像可以擺前面對不對 應該沒有暈角吧 我剛剛以為會暈 所以我都習慣性擺後面一點 這已經是 這個塔房養成的習慣了 OK 哇哇哇哇 2.2秒 放兩隻的話 就等於1秒 對不對 1秒29000的傷害 哇哇哇 好痛喔 蜘蛛電視 然後我們這個 故障廁所 有夠兇慘的 我們都不用擺到什麼 27隻啊 單位都不用擺到那麼多 我們就是這樣子放就好了 等一下我們這邊 啊 故障廁所最多只能放一隻喔 喔它即使是27隻好了 你這邊的廁所單位還是有一些限制 像這個前塔 就限制三隻喔 那蜘蛛限制幾隻喔 我看看 喔有限制 有限制是不錯的耶 不然大家無限放 這個單位 這個單位就佔力失衡 有了 蜘蛛 蜘蛛電視最好玩的就是 全部都只要吃 只要吃這個 4500塊 你只要4500塊夠多 就可以直接 喔 哇 蜘蛛電視是可以無限放的啊 哇 這是一個蜘蛛Party啊 我們來給你開個蜘蛛Party好不好 蜘蛛Party 可是這個蜘蛛 蜘蛛電視缺點就是 這個圈圈不會放大 好像是有啦 有一點點放大啦 這邊上面是寫68嘛 我們剛放下去的時候是多少 剛放下去的時候 看看我們放這裡好了 還真的有人打過來 喔 蜘蛛電視最多只能5隻啊 喔呦 這下麻煩了 我們該放的單位都放了 只剩下這個 巨型發言人 發言人現在放在這裡 一開始 範圍是50嗎 有 欸 發言人是85喔 85不錯 85我喜歡 是一個不錯的數字 來來來買這裡 買這裡 好了40波了 單位最大化 OK 我們已經把它升到最大了 哇哇哇 它有一百萬的血量啊 這邊的血量有點通貨膨脹 再多放一隻 喔這隻也只能3隻啊 完蛋了 那我起不是所有東西都放完了 啊 13隻就滿了欸 啊不對 我們還有火焰發射人 火焰發射人 應該是可以無限的吧 火焰發射人 加油 還有一百萬 應該很快就打死了 加油加油 有了 過了 還獲得兩個鑽石欸 好嘞 各位我們今天測試完了 哇賽 來故障廁所跟鬼一樣 不過它只能放一隻啊 這也不錯 這樣戰力比較不會失衡啊 我覺得這遊戲挺好玩的欸 各位我們來 趁這個機會來抽抽看 我們現在有390的這個測子啊 我們來抽一下 給一個好東西 欸沒有 這個大型廁所 來個死屍級的吧 該有死屍的吧 哇哇哇 哈哈 我的臉不是普通的臭呢 再來再來再來 來 那我抽到神話就帥了 哎呀沒有 好想要這隻 升級巨型喇叭手欸 升級巨型喇叭手 我們這困難可以打過了 不知道等一下來打困難 會翻 困難上去的噩夢 不知道會是怎樣的 感覺應該有點難打困難 哎呀完蛋了 都沒有中欸 中了還想抽獎的時候 呵呵啊 來來來來來 出來出來出來 唉呀 最後一次啊 賣脫了 好不好 抽中一個死屍以上的 我就送給大家 這個不行 呵呵呵 抽中他不行啊 抽中傳奇 死屍我就送你們 來了 大型科學家電視人 各位 想要這隻大型科學家電視人 攝影師人 一直想講電視人 如果你們想要的話 記得幫我點讚 點讚點起來 我們送一隻 這個大型科學家電視 攝影師人 好不好 送給你們 好 那這個 只要突破五千個觀看 還有兩百個喜歡 其中一項就好 兩百個喜歡 一個很簡單吧 對不對 只要其中一項 我們就抽出這隻死屍的 好不好 死屍的送給大家 那如果想看下去的話 我們之後有可能會用這個 這一個 這個單位的這個模式來打 這個瘋狂模式 好啦 那我們今天影片就到這邊結束了 大家如果喜歡的話 記得幫我們點讚 我們下部影片見 大家掰掰 拜拜